欧盟对华电动车展开反补贴调查 在中国强大产业链面前 垂死挣扎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2023年的9月13号 咱们的欧盟主席冯德莱恩 冯德姐 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说 欧盟委员会将对中国电动车企业 启动反补贴调查 将保护自身免受来自中国电动车企的冲击 在这个立案的过程中 法国支持德国反对 这个东西怎么看 首先一点呢 我呢必须要告诫大家啊 杜绝小商贩心态 什么叫小商贩心态呢 就是中国啊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喜欢卖这种低价的产品 尤其是没有进入到这个WTO之前 卖一些低价的货品呢 卖一些什么小商小贩经常卖的东西啊 什么衣帽鞋袜啊 低端制造业啊 然后这欧盟一给你来一个什么反补贴调查啊 搞一个什么类似的什么配额限制啊 这边就不干了啊 中国这边说 你看不起我 你看不起我 你不让我进来 是这个 这叫小生小商贩心态 现在不是小商贩心态 现在欧洲是在干什么 欧洲是在强大的中国产业链面前 他垂死挣扎 我们也知道之前的疫情啊 把大家折腾的都不怎么样 但是疫情当中呢 有这么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呢 大家现在都明白了 就是呢 整个全球的产业呢 正在往中国集中 一遇到危险的时候 一遇到危险的时候 在产业方面 向对中国的向心力呢 就越强 所以现在无论是美国呀 无论是欧洲啊 搞这个什么 所谓的不脱钩去风险 啥意思 不脱钩什么意思 跟中国脱钩就是找死 大家也明白这个了 什么叫去风险 他要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 他为什么不保的 如果这个东西再不保的话 那么中国再过两年 给你来个白菜话 你这些东西可就全都没了 我为什么说 他是垂死挣扎 因为他保不保 也是那么一回事 他是保了 他能他能苟延残喘几年 他是不保的话 到头来也是白菜价 给他给他灭掉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到时候 如果他这个壁垒 壁垒高强 给你架起来 中国直接了当 跟亚非拉一合作 原材料给他一断 然后中国廉价的产品 在亚非拉这块 亚非拉就享受到了 中国的东西 双方进行这种利益交换之后 那对于欧洲来说 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那这就是现状 所以现在要杜绝小商贩心态 小商贩心态就是说 我知道的产品很好 你为什么不要 你不要 那你欺负人 就这个东西 一百年前 欧洲列强可以这么干 一百年后 他就是欧洲列弱 欧洲列弱 他他现在怎么办 现在关键点就是他没有竞争力 没有竞争力 然后就给中国玩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很恶心 欧洲抱着传统工业 老人游不放 互联网企业电动汽车 基本上没沾什么边 他这边已经基本上绝缘了 欧洲现在跟着什么 咱怎么说 欧洲有哪个像样的智能手机厂 有人说诺基亚 有说爱立信 这两个马上完蛋了 还能有第三个吗 诺基亚爱立信 为什么能活到现在 那还不是因为他之前吃的老 他的老本 他厚 他现在吃老本呢 欧洲还有第三个企业吗 欧洲还有什么 然后他现在互联网这块 他跟互联网绝缘 电动汽车 他跟电动汽车绝缘 然后呢 光伏 他跟光伏绝缘 他还有什么玩意 你说欧洲现在还有什么玩意 有些人认为欧洲有一些精密制造 是 他可以有精密制造 这个欧洲的精密制造 都是那种小作坊式的 比如说阿斯麦 如果阿斯麦的EUV光刻机 一旦被中国突破 实现白菜化 阿斯麦是分分钟要死掉的 这个里面有点像啥呢 有点像之前瑞士生产 原主比尖钢的几个企业 当时不是那啥吗 就两个人要这么说法 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中国有些公知 说中国连原主比尖钢都造不出来 然后在这起哄 还有一个是啥呢 就中国之前的科技部部长万刚 在离职之前 做最后讲话的时候 他好像提了一嘴 好像说咱们这个原主比尖钢 那咱们不能造 这么这么回事 结果就叫人给记在心上了 然后这边呢 太原钢铁厂不是主动要造的 是底下的一个工程师觉得 业余时间 咱研究研究怎么回事 结果用了一年时间 用了他吃晚饭的时间 把这个东西研究出来了 研究出来了 他这个车间主任 没给他把好关 为什么叫没给他把好关呢 他硬炼了一炉 炼好像炼了四炉 之后呢就就是故事了吗 你炼了这四炉原主比尖钢 能用到200年之后 然后瑞士这几家企业 英生倒地 然后跑到WTO告了中国一状 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就是这个吗 小作坊被中国强大的制造业碾压 这些小作坊 只能就是说 把他产品卖到中国去 如果他不卖到中国去呢 那中国就给你突破 突破一个死一个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欧洲的现状 所以呢 你看啊 去年巴黎车展 50%都是中期 今年慕尼黑车展40%是中期 他能不着急吗 马克龙一看啊 巴黎车展 曾经的巴黎车展 他小时候 他父母带他去的巴黎车展 那全是欧洲的车 是有几个解说员 可能是说中文的 没事 这是我们好客 这是我们那啥 这是我们多元文化 可以 没事 中国人来买我们的车了 挺好的 现在你这叫什么东西 现在啊 50%是中国车企 然后中国的车企 可能去年人 可能他不会说法语 可能他说的是中文和英语 那马克龙能不着急吗 那肯定得着急 换谁谁不着急啊 对不对 然后慕尼黑车展 40%是中期 前两天 这个瑞士 好像瑞士银行嘛 把这个 把这个谁啊 把这个比亚迪的车给拆了 大谢拔块 发现了什么问题 发现问题很大呀 比亚迪的海报 同类的车 在中国卖3万欧元 然后在欧洲 卖了7万欧元 这都不行 这都不行 这为什么不行呢 还是比欧洲车企产的电动车 性价比还要高很多 那这是现实啊 这是现实 他说啊 你这补贴了 谁不补贴 欧洲不补贴吗 欧洲也补贴吗 对不对 啊 我可以补贴 你不能补贴 不就这个吗 不就这个吗 谁不补贴这个东西 中国这个东西 是靠自己扶持 中国自 靠自己的这个 这个产业政策 一点点给扶持起来的 那欧洲现在怎么着 欧洲不就是产业政策起不来吗 那是你自己的事啊 你自己的事 你干不过人家呢 那那那没办法吧 对不对 一百年前是中国干不过他 现在是他干不过中国 现在人文明了 咱这么说 现在人文明了 如果要换到一百年前 他跟中国玩这个 直接老当军舰开过去 直接老当军舰开过去 开门自由贸易 你干不干 开门自由贸易 很简单 那个事啊 对吧 现在欧洲这个海军 那个船那个小 然后质量这个差 欧洲的海军 整个加起来 他的盾舰 没有南海舰队多 这是现实 你说美国 美国的驱逐舰 肯定比中国多吗 这事实 这事实是这个样子 但是美国 在2003年之后 下水的军舰 是中国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 美国基于最前沿科技 基线9 基线10的驱逐舰呢 他是没有中国多的 美国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美国议员说的 这是美国议员 像汤姆科顿这样的人说的 棉会议员这样说的 昨天在这个哪 在这个国家利益网站上 还有一篇文章 说我们现在必须升 全面升级我们的武器装备 否则我们跟中国干仗 是一定要一败涂地的 这是昨天的问题 所以现在这问题是这个 其实比亚迪在欧洲 卖卖卖出去 在国内的价格两倍 这欧洲人都受不了 你自己想想 他这个技术水平的什么样 还有这个事啊 法国为什么要支持 法国要支持 真的是自己没有竞争力吗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法国有个车企叫雪铁龙 雪铁龙呢 它有一款叫阿米的四轮老头乐 为什么管叫老头乐 法国管的玩意叫电动车 但是呢 我管的叫老头乐 据说呢 14岁孩子没驾照都能开 8000英镑售价 然后呢 续航75公里 续航75公里能算个什么 然后呢 220伏充电 3小时8马力 就这配置50迷你都能把它给捏了 你觉得这车有竞争力吗 没竞争力不也只能这样了 那德国为什么反对 德国反对很正常啊 因为德系车燃油和混动 它的利润中国市场占了三分之一 这是事实 第二是什么呢 德国的车企与中国的小型电动车企 借壳上市 这个东西已经出具规模了 比如说大众跟小鹏搞的这个东西 这叫这叫什么 这叫借壳上市 小鹏是那种竞争不过比亚迪的 但是呢 他怎么办呢 他想要市场 所以呢 他跟他跟这个德国这个大众的合作 合作的时候呢 小鹏是有技术没市场 大众是有市场没技术 那双方一拍即合 这不就行了吗 也就是说德国呢 正在想办法 法国是彻底躺平 那法国为什么敢支持这类的调查 而且不怕报复呢 其实这又是马克龙的一个侥幸心理了 明年呢 欧盟要大选 他代表的法兰西前期运动的支持率非常低 而支持保护主义的 无论是玛丽勒庞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梅朗雄 他们这个政党 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 他的支持率呢 逐渐的往上爬 所以马克龙呢 哎 在这方面呢 可能要做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妥协 第二是什么呢 法国车企呢 经常呢 给马克龙吹耳边风 向马克龙施压 这是另外一方面 而且马克龙这块呢 他也是 怎么说呢 他赌中国不报复 为什么他赌中国不报复呢 因为啊 首先法国的车在中国呢 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法国的车主要是啥 主要是雷诺嘛 当时在哪呢 在在在湖北武汉 但是在湖北武汉当地 雷诺都竞争不过日系的车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这就这这就是这个问题嘛 那你说法国除了车 在中国还有什么 要么就奢侈品 要么就红酒 没什么意思嘛 这些东西 然后呢 中国能做文章 也就是空客 那你空客你做文章 要么你C919 现在产能提不上来 另外一个是啥 另外一个不是这波音吗 要不你买波音去 中国跟他他现在赌什么呢 美国跟中国呢 正好卯着呢 中国是不会去买波音去 咱这么说啊 到时候你你空客这边 你玩 你要是玩玩极了的话 那中国直接了当 给你买波音飞机 那是那是很正常的 那是很正常的 因为国与国之间不讲感情 国与国之间讲的是利益 你法国在这块给我耍无赖 其实他这么做 他在干什么 就是耍赖皮嘛 他就是耍赖皮 他就是一个地赖子 我现在啥也没有 我躺平了 我躺平了 然后我就整你 就这个 我就整你 就这个 他就玩着这些东西 有本事就把我撒递 其实中国也可以在非洲做文章 但是中国已经在非洲做文章了 不需要再做额外的文章 其实他在赌什么呢 中国呢没法报复 为什么呢 因为法国没有技术 法国啥也没有 你报复一个啥也没有的 你怎么着啊 你报复一个啥也没有的 你就伤害自己嘛 对不对 你报复 你得报复一个有东西的 你不能报复一个啥也没有的嘛 这很正常嘛 对吧 其实吧 中国其实有一招是可以反击他的 怎么反击呢 当初谁想要052D来着 阿尔及利亚是吧 可以卖给阿尔及利亚几艘呢 052D 四艘应该 他不要六艘吗 卖给他八艘 四艘呢 在中国船厂建造 另外四艘呢 在阿尔及利亚组装 然后呢 顺便在 在教阿尔及利亚呢 造一些这种小型的舰艇呢 做辅助 然后呢 他的武器配套呢 在阿尔及利亚也建厂 哎这是他想要的那就给他 那想要他就给他 然后呢 这种事呢 保养维护啊 组装啊 一条龙服务 如果阿尔及利亚就允许的话啊 如果他觉得行的话 那行 中国的阿尔及利亚呢 他建两个海军基地 到时候把零七五拍过去 咱这么说 这种事只有一做 马克龙梅洛尼这两个 立刻 别说吓尿了 直接拉裤兜子里 之前这梅洛尼不还想退一带一路吗 你退一带一路 然后马克龙搞那个电动车反补贴调查 这事大嘛 其实这事不大 但是非常恶心 搞什么反补贴调查 行 你可以搞这些东西 搞这些东西结果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搞这些东西结果就是 中国的阿尔及利亚 搞俩军事基地 卖一些零物地 到时候地中海变成阿尔及利亚军舰的洗澡盆子 你想不想看 咱这么说 英国有这么一首歌 叫统治吧不列颠 统治吧不列颠 最后有那么一句歌词 叫统治吧不列颠 不列颠人永远不会做奴隶 这个奴隶是什么意思 这个奴隶就是在地中海上 欧洲的商船叫巴巴里海盗给截掉 截掉了之后 欧洲人就成为了阿拉伯人的奴隶 意思就是这个 其实呢 阿尔及利亚的海军一旦控制了地中海 对于法国 对于意大利来说 200年前的噩梦又回来了 明白啥意思吧 到时候呢 给他来点的什么 就是说啊 零弯地来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孩子 你说什么 你听话 你不听话 中国人来了 杨大人来了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么一回事 其实吧 欧洲联盟呢 想整这些东西呢 整些恶心的事呢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欧洲和这个中国的经贸高层对话呢 9月25号 然后呢 年底的双边峰会 这很显然嘛 极限施压嘛 搞一些筹码嘛 然后冯德莱爱说呢 我们保持沟通 我们跟中国保持对话 非常重要 降低风险 不是脱钩 这就是很恶心 这就很恶心 美国说这个话可以 美国有实力 你欧洲说这个话不行 你欧洲没有实力 其实欧洲现在在干什么 就是耍无赖 就是在耍无赖 就是在耍赖皮 然后呢 中国怎么办 中国怎么办 中国真的没什么办法 为什么 因为欧洲太弱了 他什么都没有 一个你对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 去进行报复 你报复到最后 你能反噬到自己身上 你知道吧 就这个东西 欧洲的车企 对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一个燃油车的发动机 第二个电动车的芯片 电动车的芯片 中国正在找替代 制成的这个东西 要求又不高 要求又不高 你没法拿那个细有金属 卡他 也就是说什么呢 欧洲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技术竞争力嘛 他一些专项的小作风 阿斯麦就等于突破嘛 突破一个灭一个 突破一个灭一个 就这么简单 中国也可以通过吸土 吸油金属 干他这些小的 这些精密一气的生产 生产生产生产商 你可以干 但是最后到头来呢 所以现在这个事是啥呢 欧洲在中国强大的产业力面前 垂死挣扎 他知道自己呢 他自己没实力跟中国对抗 但是他非得长出来 这么一个东西了 干什么 其实这个东西有人说 他说啊 他听了美国的话 其实他不是 其实他经常就用这个方法干美国企业 干美国企业 要么加关税 要么罚款 针对谷歌 针对脸书 针对什么 其他的些东西 他对美国就这么干 为什么 他在互联网上没有竞争力 没有竞争力就进行什么呢 反垄断调查 一个反垄断调查 然后就罚 就罚谷歌几十个亿的 他经常干这种事 这是一个没实力的表现 这是一个没产业能力的表现 对吧 中国能怎么做 中国还能做几个东西 要么就支持非洲的难民 一传一传的往欧洲给他运 也可以嘛 对不对 还有的呢 就是像亚非拉 他不是往亚非拉掠夺了大量的文物吗 太好了 联合亚非拉国家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告他一撞 告他一撞 然后呢 索要一些东西 你不索要一些东西 我用产业 我用产业和这个资源制裁你 可以啊 这也可以这么做 但是到头来 欧洲有什么 欧洲说要发展自己的电动车企业 一边揽着 现在没这个实力 他要想发动自己的电动车企业 我可以告诉你 他最后依赖的还是中国的零配件 这就是欧洲的现状 他没实力 他搞反反补贴调查 最后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我现在真没想明白 这帮 这帮地赖子 现在就玩这个 一百年前的老欧洲 多辉煌 德皇威廉二世 跟瓦德提元帅 让他带领八国联军的时候 他说什么 我们这次不是武装优行 我们这次不是军队的远征 我们这次是啥 对文明的净化 现在的欧洲什么玩意儿 现在是欧洲搞这些东西 搞这些东西 而且你看看 现在欧洲一个个的都什么样子 咱那么说 欧洲现在轮成这个样子 就俩字 就活该 就是活该 一点办法都没有 在中国产业链面前垂死挣扎 等中国这些产业完全白菜化的时候 也就没你什么产业链了 等着瞧 好了 这节目就到这 小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型 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